今天下午小米在北京举办了一场以压轴好戏为主题的发布会 此次发布会的主角是我们手上这部代号为霸道总裁的红米Note3 我们都知道红米Note2真正上市仅仅才100天 不少用户可能刚刚在双11中下完单 这回红米Note3又来了究竟是为什么呢 雷军表示之所以那么快的出现红米Note3 是为了满足用户对千元机的更多需求 趁着红米Note2的火热造一部用户梦想中的千元机 首先我们过一遍红米Note3的硬件参数 红米Note3采用5.5英寸1080P分辨率屏幕 搭载了MT6795处理器 以及500万像素前置1300万像素后置摄像头 双色纹补光灯 第一配版为2GB RAM加上16GB ROM 高配版则采用了3GB RAM加上32GB ROM 配备4000mAh电池 这一次的红米Note3有两大亮点 一是采用了金属机身 二是加入了背部指纹识别模块 很明显这些特性都是冲着多年的老对头 魅蓝Note以及新晋的对手 所谓想要秒天秒地秒红蓝的乐视手机ES而来 当然在小米看来 4000mAh电池也是一个解决用户痛点的特性 的确在一部5.5英寸屏幕 机身仅有8.65mm的天元机上 用上4000mAh容量的电池的确是个惊喜 需要注意的是红米Note3的背部采用了类似 魅族MX5一样的设计 将两端的塑料嵌入中间的金属后 再用喷涂技术制造出全金属机身的错觉 由于采用了弧形后盖设计 握持的手感相当好 另外该机重量为164g 只比红米Note2重上4g 不过这是为什么呢 指纹识别模块方面 雷军表示红米Note3的指纹识别速度 可以达到0.3秒 我们可以实际来看看 目前红米Note3的指纹识别除了解锁外 仅支持小米商城的支付操作 至于其他软件的后续支持 相信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机身颜色方面 红米Note3拥有银白、深灰和金色三个版本 双网通标准版售价依然为899人 而3GB RAM的高配版本的售价为1099元 27号上午10点在小米官网首发 此外今天的发布会上还有个配角 小米平板2 小米平板2呢 采用的是全金属机身设计 厚度为6.95毫米 重量仅为322克 搭载主屏为2.24GHz的 英特尔灵动X5Z8500处理器 14nm制程64位4核 内置2GB RAM 屏幕为7.9英寸 2048乘以1536分辨率 与iPad mini 4相同 主相机800万像素 前置相机为500万像素 内置6190毫安时电池 支持USB Type-C接口 值得注意的是 小米平板2 采用了定制的米玩系统 内置互页模式 和屏蔽按键防务处等功能 价格方面 16GB版本售价为999元 64GB版本售价1299元 其中呢 64GB的版本能够安装Windows 10系统 居心的Win10版将在12月下旬上市 好了 本次风潮评测室 在小米发布会现场 为大家带来的上手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订阅我们的视频账号 获取最新的新机上手资讯